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097一期的DOTA视频解说 DOTA视频解说 我们这期视频开始依旧为大家抽奖 然后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这次呢就不加入后期了 并不是因为 因为什么别的原因 而是因为我们时间来不及了 说了这周要给大家更新视频 那么依旧还是为大家抽出新的一期视频 上一期视频的一个幸运的留学玩家 这期为大家带来的是两个 啊抽奖失败 这期为大家带来的是两个 呃 后期型英雄啊 这局这个比赛中 大家应该能看到阵容能够决定的很多东西 有些时候你选打路人 尤其是打路人 你选一个后期稍微 能力跟对方不相上下的 这样才有的托 而今天带来的两局呢 都是我选的 我选的一个一号位都比较厉害 打后期的能力也比较强 然后中期一旦进入了我们的一个刷弦节奏 可能前期的确实比较逆风 但是一旦进入了无解肥节奏啊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大家都懂的 刀屁兔 今天抽到的是这一位 有点文艺的二比青年来自浙江杭州 毕业于浙江中医药大学的一位朋友 不中报警了 恭喜你啊 感谢支持 恭喜中奖 那我们也是赶紧进入到今天的视频环节 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个为大家带来DOTA的第一视角 最近也发现在 在没有人认识我的情况下 还是打C比较容易一些 因为 因为打C钱多了 这个比较容易形成装备上的优势 然后队友打起来比较有信心 不会说有些打不赢的团就去乱打 我们这边正好是差一个C 天怒 手撕 末日 还有就是特别容易吵起来 就有的时候你打的 你没有前期开局没有打好 你如果说酱油的话 你就特别容易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这种局势特别容易迷茫 你打钱的话呢 感觉刷跟对面后期偏拼刷没什么意思 你如果要跟队友一起干克的话 就比较容易出现失误 因为他有时候不想跟你去干克 所以我个人觉得 除了选那些比较变态的那些打架英雄之外 还是打C胜率会高一点 还剩10秒 看我们家的酱油是都水光了 我瞬间感受到了一丝 一丝不稳 因为他们可能要抢C 所以我赶紧就选了 然后海文字直播了一下 我要打C 虚空假面 虚空假面这个英雄 应该是前段时间活起来的 就是之前大家都认为 这个英雄是一个冷门 胜率不是特别高 但是后来有人发现 他其实可以打中单带节奏 因为他真的很肉 如果你线上出一个穷鬼盾 在学上一两级的那个闪避的话 真的是打不死的小强 而且有人开发了这个A仗球 两边这种带节奏这种路线 然后大家就发现这个英雄 其实他的路人能力也不错 这里我本来是想打一个优势力的无解肥 但是这里队友 队友好像是想 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因为我看了录视频的这个软件 没有把他的声音录起来 但是因为打的是个天梯 带分的 相信大家都是比较想赢的 这个时候积极跟队友沟通一下 姿态不要太高 我打个900就去打野 前期先把我补刀 不知道队友能不能让我打这个大哥位 这里大家看到我的出装 我没有买两个树枝 按道理来讲 大部分同学出门会买两个树枝 熊小面 一血就这样送掉了 不赌了不赌了再也不赌了 没有买树枝 主要是第一时间出大剑吧 第一时间出甲腿 第一时间出点金 第一时间出穷鬼盾 这几个道具都是前期对于他挺质变的道具 这里相信电魂这个走位 应该是不准备跟我勾心斗角的 应该是帮我压下人的一次 我们这个烈树是放空了 其实末日去烈树 他吸引了小兵手 这样兵先要过去了 他一级学了一级抽弓 这个潮起肯定是要逃掉的 好这三个兵手补刀了 为了跟他配合一下 我也是一级学了跳 但是因为他刚刚扛了小兵的仇恨 所以我没办法控线 你看他其实压人的时候 应该注意最好别吸引到对方小兵的仇恨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在于 我们的 就是对方的小兵一直在打我们的小兵 这样保证我们的远程小兵囤不起来 那么囤不起来的话呢 我就可以一直把线空在那里 太多力气一直在前面压别人 你看这样的话 小兵侵察 对方就肯定可以吃到惊艳 对不到这个病 这个电魂大哥真的很给面子啊 一直在帮我压人 而且压得非常使劲 而且他表示他准备出没啃 比如说我们这边好像送了一血之后 卡尔还是做了些事情 拉比克也下来了 末日回到了上单 基本上这局的套路就是这样 中单的卡尔应该是二号位 我是一号位的巨龙甲面 然后末日是一个三号位 总体来看这个阵容还是比较天气化的一个阵容 比较全能 电魂跟拉比克算是两个酱油了 电魂出没啃 当一个酱油打 他可以抽攻嘛 其实打四号位也没什么不行的 这里介绍一下我的加点 虚龚甲面现在跟独龙的加点有点类似 其实他跟独龙一样 就是你三个技能都要各点一级吧 然后至于主加哪个技能 或者是主加哪两个技能 要看局势 如果你觉得你补刀很困难 而且没有机会杀人 那你可以主加这个闪避 如果你觉得跟队友配合杀人比较厉害 那你可能主加这个跳 或者是主加这个被动 如果你觉得单杀比较厉害的话 那一般都是主加被动 这里队友也很给面子 他本来我准备混个900就去打野 让他肥那他这么这么给面子让我直接混出个点筋手 我肯定是要好好打 把该补的兵都补到 他基本上尽力在帮我压人 你看少说两个树枝可以更快一点 这个电魂已经压上影 已经进入了他个人的世界了 但基本上就是两个小兵一接触就去找那个潮汐玩 给个抽空潮汐就只能跑 现在比分二比二 我第一个装备选择点筋应该没有问题 这个出装也要看局势 这个补刀的这个能力还是很犀利的 并不是他抢不够我 而是他真的是不想跟我抢 然后他随便一下就补到了 然后我这里 因为局势还算五五开 对方的剑胜并没有杀了很多人 然后比分二比二 我觉得可以出一个点筋手 出点筋的话 你能出点筋就第一时间出点筋 点了筋再出别的 其他的速度会更快 你第一个点筋手出来 直接就可以点到190块钱 还是非常不错的 快干他 这人都赶上来赚了 我们家卡尔还玩很溜的 上来就把明尼亚伦给杀了两次 对 这个就是非常正确的保人思路了 我们把兵线呢 一直空在这里 然后两国兵一交接 等潮汐要上来吃惊艳 他就上去赶那个潮汐 一分钟点进 开局非常顺 这局就是传说中的无解肥了 基本上 虚空这个英雄打成无解肥 有几种不同的出装思路 就是怕这样 干人的时候 如果不是潮汐的话 我可以跳上去 是潮汐的话 不太想跳 潮汐有个皮 他可以减掉 我的那个减速 所以潮汐也比较热 我们两个都是无理输出 潮汐那个特别刻无理输出 他一个转 一个皮 特别刻无理输出 为什么要赶紧去 也去点一个大爷呢 因为我们两个 一直都是这个双吃 线上经验 而且没有拉野 所以要升级快点 好 这边 意外收获 朋友们 A一下 第二下 A不甩 哎呀 这个毒龙 我的被动晕 被动晕 两天火 两个卡尔就退完的 这样的话 蹭到毒龙的经验 我直接升到了我六级 这个开局就真的是无解肥了 也可以看到 我这个加点的烈士 我加了三级的被动 被动晕 但是这个被动晕 是一直没敲出来 所以其实前期 还是加两级跳比较好 三级被动晕 挺有点薄 墙上也可以 来 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电魂 没磨 他没磨 不太想上 然后卡尔的天火也没好 虚空加卡尔这个组合 在路人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虚空算是一个比较稳 大哥 卡尔算是一个比较稳的中单 卡尔现在 有几种不同的流派吧 一种是吹风 天火 火球 冲击波 民工三连流 还有一种 火人 死灵书 推塔流 还有一种 冰雷卡 吹风雷暴 然后出紫苑 单杀的这种 后期转物理DPS的这种流派 其中不同的流派里面 这种火系的 跟虚空配起来非常方便 前期虚空 早点倒六 用一个大招 卡尔放一个天火 基本上 极大的增强了虚空的 单杀能力和混线能力 像这一局 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5比5 但是我这个点很肥 所以我们这局上应该是占一些优势 我不知道他们剑胜 这个英雄 剑胜这个英雄 其实打不过虚空的 虚空客很多的carry 比如火猫 这种跳来跳去的 虚空跳过去 直接把他大招就杀了 我这边既然已经加了 被动晕 那么我就 对吧 进行到底 神奇的四骑被动晕 三下没出 四下没出 五下没出 六下没出 哎呦 我这个四骑被动晕 也是有点脆 这个一直都没出被动晕 这真的不能怪我 早知道应该先去买个夹腿 我这边细节输了 其实我前期很肥 我夹腿压点筋的话 攻速会上一个两次 切一个米年腿 刚刚肯定能杀掉 这样的话 由于我没杀掉 还分散了carry的注意力 这样中路也被爆了 比分开始落后了 大家不要急 虚空这个英雄 他是有非常强的翻盘能力的 我这么帅 你们都打我 剑胜开始打杀特杀了 节奏开始有点不一样了 这我一级的跳 哎 你看我这个嘉脸 这一局就是一个非常 哎 你这不要命 哎 我这四骑别动 四骑别动 我这四骑别动 我不弹了 这一局就是一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错误示范 这个人品好的 你家一级的这个被动晕 他照样四死都不敲晕 你人品不好的时候 运气不好的时候 你就是加四级 他也是敲半天不出晕 所以说 还是前期加个两三级的跳 比较稳定一点 你要想加人的话 这一局也是一身是法了 四级被动晕 效果并不是很好 不过接下去的一个装备 就非常的有讲究了 我看周神玩的时候 他喜欢出一个A罩 然后用语音带着队友去干人 我为了录制这个游戏声音 我就基本上是埋头打自己的 没有怎么跟队友沟通 沟通也是打字 所以我准备选择一个 因为A罩好处在于什么 大招CD快 而且自己能够扛伤害 自己可以打先手 但是并没有增加很多他的输出 之前跟大家讲过 你要想最快速的提高 虚空的输出的话 就直接出风方面具 这个是增加你出被动晕的概率 而且是2000块钱能买到装备里面 加工度加最多 然后有一个吸血 7比8 局势还是五开 我这边继续无解飞 今天的一个视频就是 大家怎么打好一个无解飞 在队友给你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一旦这局我们获得了队友的信任 可能他也看了一下我战绩 最近这段时间赢的比较多 然后他就决定这样保我 绝对不会让他失望 这就是无解飞 无解飞了以后 这局我的出装思路呢 也是走了一个单杀的路线 疯狂面具加水晶剑 这个有点夸张 他一下减我攻减53点攻 一共就89 减53就只有30多点攻了 还好有个电魂帮我压 要不然单打这支戏真是难受 你看他转我一下我减53 真要被他打远古出个密法鞋 就像现在这样 我就根本打不过他了 我这个疯狂面具卷着 以明镜亚龙也下来了 这样我的无解肥的剩涯到11分钟就没止了 前期电魂牺牲自己 帮我创造了很好 这边有机会杀 来了个酱油 但是这两个人都有点肉 卡尔就算有天火也不太好杀 看一下 酱油要死多 可能要上 你看杀不掉 给天火 卡尔今天来了 卡尔来了带火人应该 救命 救命 还好刚才有买 有买一个魔棒 继续回来打钱 卡尔死了 潮汐加亚龙 这怎么干卡 哎呦还有一个 溜 这哥们 还要死 不管他 不管他 该卖则卖 7比10 现在比分 烈士 剑胜 剑胜是打杀特杀的 回头一个竞同把他甩死 估计是香味战鼓 跑得比较快 我这边还没够钱 还没够钱蜂蜂面具 虚空前期的话 他主要的作用就是 混线 混线能力比较强 要说干客的话 你碰上潮汐这种 还真没什么办法 别人转你一下 你就基本上没攻击力 然后接下去的出装 你要是追求单杀的话 我推荐的是蜂蜂面具 如果你追求的是 跟队友一起打架 那么就是A仗 如果你追求的是 真正的不解肥 我也不推荐你出狂战服 因为我个人感觉 虚空出狂战有点脱节奏 说真的有点脱节奏 因为他这个大招是 一旦有大了以后 跟队友一起杀人也好 单杀也好 能力都比较强的一个技能 所以你要是出个狂战 埋头也趋 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比较低 如果你想刷钱的话 在DOTA2里面 出了吸血 甚至出了暗面以后 都是可以出漩涡的 也就是说 你出了蜂蜂面具 提高你的单杀能力 打远古能力 就是说你再补一个漩涡 你的推荐和打小野能力 又有一个增强 所以我们看比赛里面 大部分虚空都是这样出的 就是夹腿疯狂大电锤 或者夹腿疯狂大炮 这么几种不同的搞法 这边我们看到 剑胜确实相位战鼓 我里面获得了疯狂 看看我的大招 还有6秒CD 这个时候下路一波PK 切入时机应该刚刚好 DOTA2把大招给了明天亚龙 但是对方的酱油太凶狠了 直接杀了我们两个 这时候我直接切入一个大招 还沉迷在刚刚的打前节奏中 不能自拔 不过这个大招 起码也杀了一个潮汐 开封关面具 这个吸我一下太疼了 本来想照POM跟潮汐的 也许能杀掉POM 感觉这三个亮着的小点点 是在说我大招空大了 空大了 被发现了 空大了 现在局势有点逆风 我们沉入气 我们是天辉方的最后的救命稻草 无解肥虚空 现在13分钟 点筋夹腿加疯狂面具 说起来我前期五分钟点筋 应该是速度比较快的 但是这段时间被拖慢了很多 我们看一下上路是个剑胜 末日是没有大招的 诶 剑胜有点做死 我们这边过来帮末日的分担一开始成分 他可能要无敌展 张不思张不思张不思 诶 这一招踩非常漂亮 终结 终结 不是我的人头 不大 14分钟 感觉我装备的速度有点慢了 现在要好好打钱了 一杀零死二助攻 七十多个兵 这段时间就是 下路的线被对方 侵占了一段时间 然后打架的话 只收了一个人头 节奏比较慢 所以感觉来钱来的比较慢 虚空这个英雄要想刷钱快 是怎么刷钱快的 他有一条线给他刷 推完线就去推野 刷完野就出来收人头 收完人头再收一波线 收完线再回去收野 这是虚空最完美的发育节奏 但我现在由于刚才那条路 碰到两个路坝 一个亚龙一个潮汐 直接把我们下路塔拔了 我走来走去都没找到合适的线 所以我们现在要赶紧把打钱的节奏给找回来 这里相信看我视频比较多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装备之后 我一定会选择一个不一样的 所谓传说中的逼格 就是一直觉得自己好像有点与众不同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了很多 比如说 A罩 比如说疯狂 大炮 或者是疯狂 漩涡 但是我都没有选择 而选择了一个BKB 为什么选这个BKB 主要是觉得我不能被潮汐转的 还转到我我就没攻了 对不对 他就算潮汐不转我 他有个大招 就比如说你跳进去 想杀对方一个降游 正在你激战正嗨的时候 啪被人刺起来了 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 就是对方在我们中路已经肆虐了 现在的比分 我们落后5分 我们的中塔正在被拿 现在这个时间段 我非常纠结 要不要回去 先把这个塔攻破 有没有机会 先吸引 最好的节奏是吸引他们一个人回房 然后我拿到塔 然后TP回家收割 这是最完美的节奏 这个塔首先让我拿到了 我距离BKB还差 呃 1500 看看看看 他们好像没准备走 这我也没准备留 哎 来了一个 这个是肯定不能去先手的 我如果是先手他的话 我如果去先手他 就是对面的人 所有的人都没有在干事情 我如果去先手他的话 肯定对方是第一时间TP的 第一时间TP 就算我把他杀了 我也走不了 痛苦支援 但不是一个很脆的酱油 他是 还记得我跟大家说 他是水桶腰嘛 就是三维比较平均 所以说他血也比较多 防也比较高 像这个家伙 哎 怎么还感受到了 我的小宇宙 这波如果 而是能把这个亚龙杀了的话 我整个打线节奏就出来了 正在走 哎 这个家伙 贪心 哎 把他招住 但是我挺大 这亚龙很肉 我不用大招杀掉 一定要用大招 我们招了一堆大招 这个亚龙确实比较肉 他在中路 拿了我们两个塔 下路又拿了一个塔 上路也是他们拿的塔 这加上他中路最限卡 本来就优势 所以这亚龙 非常肉 直接把他干死 不要 不要犹豫 我还在看风景呢 准备进入打线节奏呢 注意 这个位置可以飘走 虚空假面的这个英雄 他就是突出一个难死 他虽然是一个后期 但是他真的很难死 一个是他有一个 非常远的一个位移 然后有一个大招 可以用来逃生 还有一个闪避 所以说虚空假面的这个英雄 他是非常非常难死 这边我们看到 我们家数据最好的是卡尔 四杀零死四珠弓 四杀两死四珠弓 是三杀比较 四杀三死 然后我的话 BKB还差一个整轴 我要做出这个BKB 就带着他们打架了 这波好像他们要推上 我这个样子还差30多秒 有大招 我这个风光面具先不着急开 因为很有可能对我打起来 密切关注这个小地方的位置 对方的POP没有去 也就是说上路应该是四个人 四个人的话 我慢慢打 先不着急用风光面具 看一下情况 最好是队友能给我一个密法 让我有跳大的机会 虽然说现在我 大招还有15秒CD 不过应该是刚刚好 刚刚好 回程卷车准备CD 这边我们四个人 已经完全到位了 健身第一个技能放空了 能不能给我一个密法 给我一个密法 我就可以跳大了 注意 哎呀 对我已经打起来了 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 没有开麦 就是这点不好 但是我有磨棒 吃到磨棒之后 开风光面具 先给大 因为有跳就没有大 这个大 大得非常的到位 这边 先秒潮汐 大到了对方的 关键性英雄 那么这波团打赢了 这波团是我们翻身的一仗 漂亮的一个天火 直接炸走对方的明甲楼 这波团进入节奏了 而且这波团打完之后 我已经BKB了 这个装备的速度就非常快了 下一波 我的输出时间会非常长 你想想看 我 我只要把对方无视磨免的 这个痛苦支援给杀掉 我就可以拥有 15秒的输出时间 14秒的输出时间 大招 有个4秒钟无敌的时间 然后 BKB几乎是无敌的 剑胜 斩不住 我攻速比较快 能打出 能打出眩晕 那么下波我就可以先上 跳过去 先敲 然后 开BKB先敲 或者是开大先敲 然后大招消失了 再开BKB 这个就是虚空的打前节奏 带完一条线 然后 去把边上的野收掉 看一看 周围有没有人杀 或者TP过去有没有人杀 如然而没有人杀 继续去找线 因为它很安全 它可以随便去找线 除非对方跳到末日 这种东西 好 我们现在叔叔也慢慢起来了 打前速度也不算慢了 如果你实在觉得 你就是 想推线推的更快 或者打一打更快 那你可以出补刀斧 可以出漩涡 但是我觉得其实 差不多已经够了 这边我想单杀 看一下对方人 中路没人 下路没人 中路有两个 感觉能打 虽然是一个水桶腰 但是我已经记不得时了 开启风光面具 风光面具稍微暗晚了一点 这边没有天火吗 哎呀 还是没差一点 毕竟水桶腰 只能开BKB 把他敲死了 没有办法了 直接TP回家 相信不会有跳到末日 他们那个 剑胜的无敌斩 好像可以打断我的TP BKBTP 这没办法了 我周围已经没什么地方好去了 TP下路 下路没钱 打野 也已经被我打光了 打线 你在那打着呢 对不对 我只能去看你了 哪怕你是谁捅腰 这边我的战绩 已经慢慢进入节奏了 这就是虚空的节奏 大招一好 去杀一个人 然后继续打钱 很可惜 下路的线被人看上了 也没关系 我们 636 我们可以推下 我们 我大招还没推 对方是打盾 对方这个 节奏也变化得很快 这个 一看我上路抓一个人 TP回家 没有能够抓得住我 直接就去打盾 反应得很快 这个 大家都是打路人嘛 所以要求不要太高 我觉得能做到这样 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看样子 大家 这个打路人 就是这样的 你得观察 所有人的想法 有的时候 你还可以观察队友的想法 你得看一下队友 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不同人 心里在想不同的事情 你带小地图看一下 走位就能看出来 这边大家是想推下 然后对面也是想守 而且不但是想守 还想追出来打 这边趁着我大招 还没CB 他们有点 蹬鼻子上脸的意思 但是这个卡尔 三七四零书 在这一刻立功了 赶紧开启BKB 我为什么要选择BKB 为什么没有走 为什么勾引他们干我 就是因为这一刻 你看 给队友创造了一个 完美的输出环境 队友直接偷了一个潮汐大招 然后回头一个反手大 直接杀了三个人 跳海油 再跳一下 这个潮汐还是一如既往的肉啊 虽然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但是我是一个更加团队的选手 我们看到这边队友 在追另外一个人 那我们就先不着急去杀那个潮汐 因为我感觉没有 让他们干掉了 你看 人品 这东西 该攒的时候就要攒 其实现在我可以去中路赶一波节奏 我是无解肥 对不对 我是一号位 我现在可以去赶中路和上路的节奏 不过 看队友的架势 是非常想要拿一个塔 那我就随他们去了 这波 打完之后 我也是获得了 一个更新装备的机会 之前为大家推荐 一旧的装备 我准备给大家用用看 确实是德塔尔里面 跟德塔尔不同的地方 还有许多的法球可以叠加 这就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比较变态的一个叠加 吸血加漩涡 吸血可以保证你中后 就是我一直评论法球 我都认为 吸血是最后期的法球 就是打到后期 吸血这个法球是最厉害的 所以吸血能够提供你后期 然后漩涡可以提供你前期 前期的刷前 前期的AOE爆发 这个我觉得 这个法球组合也很不错 然后这两个道具呢 又都是加攻速的 非常配合虚空的被动晕 所以我觉得这个组合 之所以被那么多人所采用 它还是很有道理的 刷前快 打后期厉害 然后能够增加被动晕的几率 怎么看都怎么都觉得 性价比非常高 下一个装备的话 可以考虑出大点锤 或者考虑直接再出输出装 作为输出装的话 虚空假面的选择 在后期输出最高的道具 应该就是大炮了 在攻速比较快的情况下 攻速不是特别慢的情况下 大炮是比金箍棒 及蝴蝶的速度都要更高的 有些东西会说 圣剑的输出最高 那圣剑不太稳嘛 就不列入考虑了 你出了圣剑 万一被翻盘了呢 这毕竟 加分 写分什么的 当然队友要喷你 好 这边 我们看到对面的人 已经是下落暴徒 他们也清楚现在这个局势 他们一个剑胜 一个迷进亚龙 想跟我们打后期 肯定是不太科学 他们在输了两拨团战 之前 其实就已经确立了 他们要跟我们打团的 这样一个思路 拿了盾 就一直想跟我们打 但是没想到 刚才那一波 被我们一个完美的BKB破镜了 其实有的时候 就是关键性的 这么一两下 这一波我有双倍 我觉得可以回去打 看这有什么意思吧 其实有的时候 大家玩的都还要看比赛 就只会发现 某些人打前 打的比较多 或者是杀人杀的比较亮 操作比较亮 就是有一些 比赛层面之外的东西 大家看不到的 我打个比方 就是 我这个并不是说沟通啊什么 或者是团队氛围啊什么 不是说这种 我说的还是比赛内的 就是有些大家看不到的 比如说 创造机会的能力 像刚才那一波 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可能我们并没有杀很多人 但是刚才那一波 如果要是让我打个分的话 我觉得可以打满分啊 因为我 首先出了一个装备 我们先看这一波吧 不说这有天爽啊 我说BKB也没什么好想的 直接闭上 直接跳上去就可以了 现在输出也比较高了 BKB的时间 好 再跳上来 这个基本上 对面已经 哎 还有个剑胜 你看这剑胜跟 米亚龙这种英雄 确实是 后期能力比我要弱很多 比我要弱很多 那这局也是比较简单 25分钟就已经让对方看不到希望了 一个是因为我们 我们还是回头来讲刚刚那个问题吧 我记得我在07年打比赛的时候 就有一个人 08年打比赛的时候 就当时有一个 有一个人给我做了一个视频的集结 然后里面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 我一个影罗 开了引刀 当时我记得我推了这些引刀 我开了引刀 然后走到他们 就是去探路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们 他们有一个受亡 边上有一个树 边上有一个 我的队友离我不远 是一个术士 这个时候正常来讲 一般人的想法是 直接引身到那个 兽王重合摇个大 当时我就做了一个 不同的考量 我当时是选择 假装 引身消失 回头不小心 A了兽王一下 假装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 然后马上 假装自己要逃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刷了很长时间 就大家一直都没有找到机会 这个时候兽王第一反应 他肯定是看到 你这个人 这个不操作 还想跑 我肯定要大你 这个时候我就在 他大我的时候 我就按出了BKB 其实我在他 我在做这些动作之前 我就已经预料到了 他肯定是会要大我 为什么我会这样做 而不是直接去引身 去摇大 去杀那个兽王呢 因为如果要是我 引身摇大杀那个兽王 我们还是上不了高地 可能就能把那个兽王给杀了 但是并引起不了团战 那个局势 其实那一局势 是我们当时新加坡打比赛 最最危险的一局 就是那一局是最有可能输的一局 那一局对方的僵尸和美毒沙都很肥 然后我们这边是怎么说呢 后期确实打不过那个版本的美毒沙 就是引魔如果真的往后后期打 打美毒沙是打不过的那个版本 然后我当时就比较着急 那我用了这样一个技巧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当时DC在我旁边 他用的一个术式 离我不远 那个兽王没看到 然后兽王一大他 然后我就开了BKB 然后这个时候对方的所有的人就朝我过来了 他们在兽王边上也比较快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干我的时候呢 DC那个术式砸了一个地狱火 放了个链接 然后那个GK的宙斯放了一个全屏的大招 一下子就把对方给谈面了 不算谈面吧 就一下子杀了两三个人 就是说那个龙骑士跟过来 就一下子我们就打开了一个缺口 就破路了 就跟刚才那一波一样 我为什么出这个BKB 出这个BKB主要是 其实对面是有两个无视磨面的 三个 米亚龙的大独标可以减速 坚胜无地盏无视磨面 然后痛苦之间的大招 这个控制效果无视磨面 但是我还是出了BKB 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阵容 就我感觉我要是出了BKB 能玩的东西多一点 像刚刚那波就玩成功了 我故意没有第二时间切入 我第一时间就站那 我假装我是一个站位失误 然后他们就来干我了 相信他们那个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没看见我 我已经输了BKB了 就是说潮汐一个跳大 他跳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就开BKB 然后痛苦之间也没办法 你虚空假面开了BKB 一直在打你的队友 你肯定要控他 对不对 你没有机会去打别人 肯定要先控这个虚空假面 大招一拉虚空假面 他一拉我潮汐一大 那两个大招基本上都是浪费掉的 因为他们主要目标是我 而且并没有打到我 就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他们团战就输了 所以有些东西 它是一些创造机会的东西 大家平时 如果你发现局势已经不对了 刷下去也刷不赢了 你就得找这种 是巧劲的地方 虽然这局打到现在 对方确实已经没什么机会 我这边已经神装了 对面已经放弃治疗了 那么这局确实 没有让把我的电魂失望 内厚了 贝尔排浮渡机 其实这个电魂的心态不错 你看别人在那个骂这队友 然后他打一个笑脸的符号 被POM抢了VIP的一个符 这是一个旁观的痛苦之缘 这准迷不敢搜了 就是喜欢当嘴巴选手 就是我说实话 我自己打路人 就是别人不知道我是谁 我也不太慢 就是说经常会遇到那种 就是我也在被人喷过 包括视频里面 也被很多人喷过 没上视频 那些局势被喷的就更多了 所以打Dota 就经常有本来奔去的这种情况 大家打游戏嘛 就是属于一个发泄 平时大家火的比较大 不过你真的要是想赢的话 还是心态放好一点 尤其是没必要跟队友喷 你像我自己都经常承认错误 你看这个就骂来骂去 有的时候打 我也是打得自己特别烦躁 但是自己打的确实不好 就也会跟大家说 真的是我不好 对不起 让大家掉分了 对面确实内空了 我们也能看出来 就是比赛本来一开始 他们是优势 然后他慢慢慢慢的劣势 而且我们后期还比他们强 他们就着急 出来很着急的一波又一波的打 好相信大家一局一定没有看爽 我们再来一局 随到了一个山岭 大棍子的男人 一定要出攻速棒的男人 不用出狂战 百分百建设 而且后期还有这个近距离对拼的一个谈晕对手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英雄比较 我比较 比较 比较喜欢啊 这个路人能力也比较强的一个英雄 要什么 我手给你 别吓我 还有玩影魔 影魔这个英雄确实胜率不高 我只能说 刚才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打天梯积分嘛 输了 大家其实都想赢 也都觉得自己厉害 然后输了容易跟队友吵起来骂起来 这种情况很多见啊 我也以前是个喷子 但也跟大家说过 我不会说提倡大家这个啊 不喷不吵文明游戏 这个只能说大家想一想嘛 你想赢的话 你去喷别人 你自己心情也不好 而且你喷越喷越赢不了 你如果把这个气发泄到别人头上 其实没有任何作用 你下次一看你的战绩还是红的 对吧 不如反省一下自己 看怎么能提高一下 而且这个其实是 其实是步入社会原话的一个表现 有些时候不能按照自己的性质来 不能按照自己的脾气来 太任性 很多事情都会坏事的 这也是我经过许久悟出来的一个道理 而且电子经济这个游戏 它只是尊重强者的 你不尊重这个键盘 键盘选手 中路应该是船胖子 诶 船神 不知道这个号是我 打不过他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让我出个彩上个镜 当然如果而被船只捏得很坏的话 这个时候就掐掉 就不放出来 看一下 有机会 品质非常好 只有五秒 五毫秒 船玩了一个风行 风行 凭什么走撞啊 这么多中路英雄 我们今天这种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双方这种大家都能看得见 我们一号卫山领 陈墨 宝人的话 陈墨他是这样的一个英雄 他是一定要赖住线的 他这个英雄没有任何逃生计 他如果线上赖不住的话 这个英雄又会成为团队的脱油瓶 如果他赖得住的话 这个英雄还挺恶心的 因为他线上的消耗能力不错 然后他的 怎么说他这个英雄比较恶心 他打架的能力还不错 他的几个技能 包括他的大招 如果用得好的话 是非常非常恶心的 这边对方直接下路放空 果然 这真风撑鹿船胖子的 毕竟船船 你看我们 有一个绿油油的东西 在手上 这是一个钓的一个道具 我打的他不是一个视频客 这边的TK 你还敢伤害混 我没去帮你野风了 已经不错了 摆正自己的位置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出门装 我之前玩小狗是选择 我都是圆盾出门 然后一组吃树一组大红 甚至不买吃树 为的是 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你作为一个进展型的英雄 你不是特别缺那点属性 你少买两个树枝 第一时间出鞋 第一时间出 你要是想加强线上压制力的话 比如我之前给大家做那期小狗 我是出了一个足球 像这种能够上去 怎么说英雄定位不一样 像小狗这种英雄 他不是靠技能吃饭 他靠A人吃饭 像虚空假面这种英雄 他都是靠技能吃饭的 他不是像那种中路英雄 我之前玩 这个叢林单牌 经常什么挂箭 两树枝 一树 然后中路杀的飞起 这样一方面 你是经常能点到人 而且你是个远程 而且你的这个蓝号比较重要 你的智力高的话 这个技能也多 像我们这种近战 就不用买 属性买得很高 但是为什么我这局山岭 是直接出了一个护腕的 因为山岭又是不太一样 山岭是靠技能吃饭 他不是主要靠普通攻击的 所以他属性也蛮重要的 而且他不死的话 反正我玩山岭 经常是要出战鼓的 所以我先买了一个护腕 你就跟补刀斧一样用吧 你如果山岭也出圆盾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经常VT不够蓝 你像现在我用了个V 马上就可以继续有二连了 算是撑了一点自己的属性 而且这个道具也不算白买 你可以接下来去战鼓 战鼓对于山岭的提升是非常全面的 这里我们又碰上了一个非常到位的酱油 我们这局 这时候上来看的话 跟对方 我们也有比较强的路人英雄 说到这个路人英雄 这个不得不提 不得不提 DOTA2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他好像 打 就是可能 看比赛的人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哪一个英雄在比赛里面热了 慢慢的在路人里面就很快的热了起来 这个 我一直有一种感觉 就像英雄联盟这种全面游戏 它可能100个玩家里面有 20个是会看 有10个人会经常看比赛 然后有20个人是关注比赛 但是DOTA2可能100个人里面有 50个人是关注比赛的 甚至有50个人都是看比赛的 所以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比赛里面哪个英雄热了 这个路人剧里面哪个英雄都会用得特别多 你像最近出现的这个电魂 哇果然全胖 这样子杀人呢 目色中路的昆凯已经被打得很惨了 应该是没捕到刀 又被塔下残杀了这种 还好一换一 总体来看这局 压力比较大 两路烈士 下路 刚说没封他也 马上沉默的机制的 把他的言故也给封了 我只能说这个沉默是会玩的 既然说到英雄 我们就给大家罗列一下 现在天梯 上分的英雄都有哪些 胜率比较高的 这种carry型英雄 像上次我做小狗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说小狗不属于一个胜率很高的一个carry了 并不是因为这个英雄变弱了 而是因为现在强势的carry型英雄太多了 比较bug的 比如说之前的tp 现在tp没有那么强了 不过也还可以 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弱 当然说carry还有火猫 这个tinker这样刷好像有点不合适啊 我这边开向位 一个VV到他 哎呀 我跟沉默都没有跟上 这波操作再好一点的话 应该是可以杀掉的 我向位鞋 开了以后 应该再走一段时间再放V 我有点自信了 我没想到他能跑这么快 我想我肯定能把他丢回来 没想到 因为你开了向位以后 你放一个技能 你那个向位的效果就消失了 这个沉默真的是会玩 他又给我加了一个小金花 哇 刚说他会玩 这边已经被干了 就当中路的人已经来我们下路作案了 只有一格魔棒不够魔二连 就说哎 先知要啃我 我直接把他丢回去 非常的机智 这个先知没来及 虽然说松心捆了我一手都没有滚到我 啊 还有导弹 神奇的向位鞋 一秒入cd漂亮 哎 先知抬手了 被我向位鞋直接缓过去了 还好 啊 还要干我 我大红被打断了 船神 船神别这样 船神救命 开启神奇的向位鞋 往右边走 回头一个b 终于读到V的cd 神奇的魔棒 哎 没死 没死 漂亮 瞬间对方打了一波小残灭 本来是5比0 瞬间5比4 我岂能说这波他们想太多 虽然也是打路人 毕竟这个 呃 职业拳手的手都非常热 所以你看得出来 他线上通过基本成功 他打得非常激进 就跟我那种出红杖那种打法是一样 一样的 就是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然后我这里 呃 前前期的这几个装备 你可以看到 前期的补刀是多么关键 这波别人来游我的时候 我如果没有这个斗篷 那我可能就放不出最后那个V 没有那个向位鞋的话 我也走不掉 早就死了 我有这几个装备 不但我自己没死 而且还形成了一波反杀 所以这个游戏是完全一个滚血球游戏 每一个你细节的提高 都有可能产生蝴蝶效应 他直接勾了 其实我可以丢他一下 我没有意识到 我应该把他丢过去 他还要给他喷了 机制 山岭为什么我这局出了向位 而不是假腿 其实出向位的话 你比较容易切近身吧 就是跟 小狗有点类似 他是属于一个基础移动速度比较高的英雄 他虽然基础移动速度不是特别高 但是他那个大招是加移动速度的 所以 我下船神现在已经在这样子杀人了 这样子杀我们的人了 诶 这个修补 远古被封了 跑这边来刷野了 我们家的神魔在下路补一下经济 我在上路是 看到了一个死亡先知 只要能TP 哇 他跑得也好快 他的被动也是加移速的 还是先把战鼓做出来 诶 机会来了 开启上位鞋 跑得飞起 一个V 丢回来 诶 没丢到 毕竟是上位鞋DP啊 他第一时间开启上位 然后我跟他拉开了一定距离 我因为我把他往回踢了 我会有一个转身的动作 Dota这个游戏 他所有的音声都是有一个转身速率 所以说蝙蝠为什么那么变态 他是减转身速率的 我刚才要把他往回丢 我头要先扭过来 头扭过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个时间的话 他开启上位就已经拉开了那个距离了 这边我下路想救一下队友 发现已经救不了了 我也是来来回回的 消耗了自己的很多的时间 战鼓要第一时间先补出来 没有战鼓 刚才那一波 我为什么能够 显向还生 还反杀了船神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前期补兵补的好 但是这段时间确实没补到什么兵 我的战鼓也偷慢了 为了不至于脱节奏 我赶紧买一个瓶子 我的攻势真够高的 血有点不够 我感觉我上去补兵 自己有点危险 直接二连清掉 反正瓶子马上也来了 好 因为看不到风行 风行在中 看不到先知 碰米也有可能在射我 看情况应该是对方主打的是上路 船已经在往上走了 下路应该是听说在刷远古 于是我继续来到下路 但是我也不能 不能技能清兵 买个TP 我还是有可能要去支援队友的 继续封远古 确实打一个高端局 毕竟传神啊 就是各种单杀 这个coco玩的也不错 已经大杀特杀了 不要终结了 423 好 利用这个瓶子 我在线上赖住 因为我是400的魔 所以我放一个技能 还是购魔二连 这波 投一下细节 清掉这波兵 虽然说心是想去支援的 但是因为弹了这波兵 我现在是我们家一号位 肯定是要以自己的节奏为重 刚才那个位置我去已经晚了 而且就算我今天去了 可能也确实不太能 这边我一个兵线A一下 再抢一波节奏 A一掉 这个兵也不掉 诶 Tinker残血 好 我这边技能马上CD 开相位 立下 踢一下 他死了 诶 必须死 神奇的相位 血 跑起来 跑起来 还有 没办法 这真的没办法 先知不来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死不了 这个小小出相位 确实是打这个突击是不错的 先知 Tinker也挺贼的 他知道有队友在了 故意勾引我一下 而且他知道我替前面用来清兵了 我也赶了几波节奏吧 结果就是换了一个Tinker 然后我自己拿到了我的战鼓 但是我死了 还行 我不算穷 12分钟算我一家战鼓 但是我们的队友有点小崩 上路我觉得是个机会 他们人都在下路 刚杀了我 我可以直接 那丢你们 不用丢吧 直接上去 上上下下的快点 好 进入节奏 杀人拿塔 哎呦 这塔的血量有点多吧 但是我也没TP了 我TP上来的 中路也被换了 长安主宰比赛 先知要来守塔 结果中路肯定是 我肯定是没法去了 所以我就在上路抢节奏 上路一步二连之后 耗一下塔的血量 中路队友居然打赢了 11比11 非常焦热 我这边瓶子喝掉 魔棒吃掉 开启香味 看能不能跟到 船 有机会 成胖子 推推 好机智啊 但是我们家是个加速 没捆到 那你要死 爽 这波 比较转 比较转 干骨架一枪 我表示他大招好了 想让我们推中 听客飞了 刷导弹 应该是个两枝 两枝导弹 刚表示自己大招好的 陈墨已经迷路了 陈墨这个英雄就是这样 他一定要经济好 不然的话 他腿太短了 他被人追 真的是没有招架之力 这里我开启 我的神奇的相位鞋 拿到神符 直奔下路 偶遇一个正在刷 远古的修复将 这边先知 肯定是抓不到了 提笔走了 我继续保持自己的节奏 我下一个装备 出跳刀吧 相位占骨的话 如果局势不是很顺的话 我可以考虑直接出一张 如果能够在 二十分钟以前 出跳刀的话 引刀 引刀这局 也不是不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因为像先知啊 听客这种带线的 我引刀过去都是可以收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越是高端的局 引刀的作用就越小 敌方下塔已被摧毁 不过大家平时打路人 如果不是很高端的话 你还是应该多学学引刀 引刀这个道具 怎么说呢 上路打起来了 我一直在抢自己的节奏 所以我只要保证 我自己的 对团队能够有贡献 我还是保证 我自己怎么刷个块怎么来 你看我刚才是一千块 现在下路打了两拨兵 一起马上跳刀 杀人家拿塔 我这边只有一个技能 想强杀的话也可以 也不是不可以 漂亮 这一拨 给个V 再摸一下 好的 拿到这人头 丢 跳刀 既然15分钟能出到跳刀 我觉得还是出跳刀 你看现在他们已经这么推了 还是要出跳刀 出A杖 先出A杖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现在既然能出跳 还是先出跳 5比14 还是比较胶准 他们 他们这局 只要Tinker Tinker和死亡先知不菲 风行菲一点 我觉得无所谓 风行834 确实队友没有白信任他 这个中单 船长 有的船 应该能坚持很长时间 我可以到 我到了 没队友 他们人有点多 有没有落单的 船长真是肉 开油船油 船神一箭射歪了 没射歪 杀掉了 死亡先知的话 这太密了 战的 太好偷 有一点 哎呦 我被看见 很讨厌 来来了 跳刀第一波 作案失败 没有队友跟我一起干人 也是非常的尴尬 我这个移动速度 大家也看到了 开了一个相位之后 453的移动速度 三级大招 我的跑会更快 如果实在是感觉 自己快不行的话 占骨架相位 一定是可以逃到安全距离 让你用跳刀脱身的 来来回回收嫌 看到了 听客 知道你回来 好 这个位置 他死了 他过来一个微笑 连 哎 你看 我总觉得 小小的这个丢人 虽然说是随机的 但是好像跟你的 这个方向啊 是有一定关系的 你跳上去 如果你脸朝着他 很大几率 把他丢起来 我一直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之前有 我有一个 像水友质疑 有人微博私信我 给我发了一个很详细的解释 就是说 船长的建设 跟TA的建设 有什么不同 数据力的表明 船长的建设呢 你可以用减防 比如说你船长出一个暗面 是没有效果的 就是你 你这个暗面 被你砍的这个人 会比较疼 但是其他的人呢 还是你 就是 这个 这个之前的那个伤害啊 然后TA的话 你出暗面 是有效果的 就你TA出暗面 你打 比如说你打一个幻象 周围的人就会特别疼 你打一个小兵 后面的人就会特别疼 这末日好飞啊 感觉我们队友 其实都是偏刷的 这个节奏 好像看到了 可可有点灯 啊 我们开了大 果然 好溜啊 我还说是要杀他呢 没想到他还想杀我 我们这边 其实船长是在包后的 这个风行肯定是要死的 看能不能多杀 厉害的ACD 好的 这个VVV到三个人 一个普攻 我爸 我能做做做 这小机器人家 死亡牵制的大招 输出太高 完了 我这波 我这波手剑了 用这个技能去清兵了 不然的话 刚才有一个二连的效果 会这波好好很多 一块 哎 二条没磨了 有小数人 框在一起了 沉默直接带宝石了 这高通机子好快 哦 纯少刚刚是空的 隐身符 哎呀 这波 反正总体来讲 我这局还是走一个 发育的路线 我们这局 呃 我要承担主要的 物理输出的责任 六啊 风不减速 跟上去 三杀了 你看 细节就是多好 你叫什么的 我现在 马上复活 大家等我 Tinker别跑 我的高移速小小 马上到位 14级 也是被动 已经升满 直接跳过来 开启向 VA 还有风行 一个VT二连 还有剑球 有点肉 撤了撤了撤了 转上刚刚也是用过标准 你看这个船打得好凶啊 还回头瘦 这局我感觉 我必须得刷起来 不然的话 对方这个后期 死狼先知 加Tinker的机器人 好像确实是输出比较高 我得刷到那种 我自己打前的 那个节奏要起来 没加腿 我冰有点尴尬 其实这一局 我的节奏前期并不是很好 因为 嗯 船神我错了 我不要火焰 你知道我有兄弟在后面 不要这样干我 看到了没 我回头一个B 漂亮 这波 哇 我们的输出全部打出来 发条跟着切入 沉默一个大招 再一个T 一个普攻 漂亮 这波 直接完成一个双杀 刚说自己节奏不好 跳过来 刚想拿到一个三杀 我这波跟队友的配合 堪称完美啊 又是一波 才没他们四个人 船神他这种非常激进的性格 就是这里会比较不好 就是有的时候 那个 你太激进了 就容易 就把对方打得很认真 对方就被你骑在脖子上打 那肯定会抓住一丝你的这种失误 像刚刚那一波机会 我们就是抓得非常完美 我一个V 加上船长的一个水 加P加水招 配上发条的一个切入 和沉默一个大招 基本上没摸是什么事 我们打对面藏灭了 这就是打路人 打路人 你的这个团控 大团控的 他都用不了 你选这种大团控 还是容错率高 一波1500 马上就可以A仗 A仗之后 马上刷起来 我感觉这个节奏就起来了 就压住了 刚才那一波 对我们来说特别关键 所以有时候太激进了 也不是一个特别胜率高的事情 但是打到他就是激情 才爽呢 这边我再挑一波节奏 一个VT二连 马上跳走 因为我是隐身过来的 没有人能看见我 我利用这个隐身身符 又是强行收了一波兵 这怎么想着打肉身 这什么意思 我没有发条 不断开始 你们要打肉身 人都没去呢 应该是他们不准备打 赶紧 再收一波野怪 好像不止一波啊 这钱差不多了 好 这个A仗出道 我节奏就慢慢刷起来 石杀五死七处攻 船的风行 中单确实带了不少节奏 我就先不卖瓶子 上路出一波钱直接拿到A仗 拿到A仗以后 小小刷钱就提高了很多档次了 小小 怎么说出相位出杂水都可以 出杂水会更多一点 出相位的比较少 因为他是一个力量型英雄 也就是说他攻速比较低 然后他 他的大招又是减攻速的 所以他比较缺攻速 那你出了相位鞋 你要是想打物理的话 是肯定要出攻速装的 好 我这边已经升到16级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裸的移动速度就4111 还有相位的话是477 这波VT二连 诶 小刀还没走到 拿到我的一杖 诶 还好还好 我们有船长在 看到船长我就放心了 一个末日 直接杜姆给了DP 但是DP是开了 漂亮 这波DP能秒掉 一个T 一个普攻 先把Tinker杀掉 DP中了 末日应该是会死 我们这正面团战 阵容比他们好打一些 没有粉 打不掉 诶 船神还是6啊 船神你要去哪 船神头上符号有点多 我都不忍心敲下去了 好 这这两波我感觉就烦了 这局 这局我觉得对面 送给我们很多机会啊 末日吸网了 哦 你看这个百分百件事 这是有多舒坦 拿了一根大毛笔 而且他这个A帐 有一效果就是拆打得很快 所以我们看到 诶 诶 有惊喜哦 比赛比赛了 慢慢节奏又起来了 727了 马上振奋保时一拿 我感觉这局又 又赢了 打C就是这点好 你刷了刷了 你就发现 你就去抢那种节奏去刷 去出你的关键性道具 但是你也不要说是不打架 就是你感觉自己装的还好 能参加的那种 能保证自己能够安全撤退的那种团 你就去参加一下 就是逆风举打C 确实比较容易 把这个局势打回来 就是你不太容易迷茫 但是攻速确实比较 不够差 感觉 他们的这个阵容 好像肥了点 都没有在该肥的人身上 他们主要打后期的 一个是死亡先知 一个是 Tinker 还有一个是 先知 但是他们终端的 风行一直在带节奏 然后风行拿到10人头 所以先知跟死亡先知的装备 起个速度应该不是很快 先知还是出死灵书的 陈默又在点自己的大招了 发条第一时间 切了对方的Tinker Tinker被刃甲发条 直接秒杀 末日并没有死 我里面跳过来把Tinker切起来 你看他们现在已经 有点进入慢性死亡的感觉了 所以明星选手 打这个局 确实 确实比较难受 对面特别容易打 特别认真 这就是我为什么玩小号的原因 不让大家知道的原因 我会 花一段时间去录素材 然后突然给大家做出来视频 也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包括最近有人喊我打直播 我一直很犹豫 我在想 打直播 万一被人干得很惨 其实我 长年来在网络上塑造的这种高大威猛形象 就这么坍塌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就是被人干是很正常的 因为一个现在自己年纪也大了 然后事情也比较多 不是那不像那种小选手 全身贯注的 钻在游戏里面打得那么好 还有一方面 也是因为 你做直播的话 你出视频的话 别人知道你是谁的话 打得比较认真 而且比较针对你 是这种感觉我特别能够理解 看这个清兵就看起来出不多了 魔都省了 我只表示没刷到小狼很不开心 我这刷一刷就强袭 我强袭就在碾压了 这个局 他们有钱的点没有在该肥的人身上 这个我并没有贬低传承的意思 但是确实风行这个英雄打中单 他打高端局是比较站不住的 反而是会使自己的队友的节奏 他虽然说带了比较多节奏 但是就那一波 一波的失误 就一波的激进 被我们这个团控 一个V加一个水加一个船 一下子让我进入了 本来是A仗无望的这种节奏 一下子A仗有望了 拿了一让之后再稍微刷两波 又打赢一波直接震盾宝石 震盾宝石再一拿到的话 感觉整个刷一个强袭都很快了 那这个节奏一旦我刷到强袭 我觉得他们那些物理后期成长性情 没有好 这就很难输了 因为我一个人推塔比他们快很多 持续的物理输出能力也比他们强很多 打前节奏也比他们快 打打前收收人头 真的有节奏 妥 那我吃双倍 我先吃双倍 让C也到位了 这让我再拿个盾 我感觉是上高的节奏了 29分钟又是变成上高的节奏了 本来10分钟之前是被对面压着打 现在只要一波参战胜利 你就打这个后期英雄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这样很高分一点 诶 这什么情况 还想出来悼念 我直接套过来一个VT2连 配合上身上一个水 射击也把他们讲 枪杞拿到 就是在拿到 就拿到 稳 就当头了我已经 而且你看船 它这个风行军的 它的装备路线选择的是 推推和 应该是林肯或者是羊刀吧 它这种就是属于一个 没有什么物理输出的一个成长性的一个 关键他们一号位 他们家一号位还不是属于那种物理珠 很carry的柱 所以他们这局刷下去的话 阵容的整体性不好 而且刷的没有快 你看山顶的刷钱确实太快了 百分百建设 拆塔又快 收人头功力又强 对吧 你看我这个打前的节奏 已经完全进入节奏了 杀人推陷拿肉衫 杀人推陷拿塔 这段时间的经济增长确实比较快 他们的经济增长 跟我一段都好 我这个 我要是把那听客丢起来直接把他秒 出太高了 诶 有想法 有人有想法 太快了 导弹打我不疼 导弹是一个这样的技能 他到后期他的伤害是很低的 又算物理抗性 又算魔法抗性 所以这个技能一开始很厉害 但是越到后期越弱 干 居然有粉 居然有针眼 我还需要一个蜘蛛棒 直接顶掉 上来就给个大 我在等我的沉默消失 跳上去VT2连 你这追的有点太深了吧 诶 诶 毕竟船神这能把我们捆住 还是杀掉了 末日还是凶 我去追一下船神 我的移动速度这么快 是回复 神奇的眼位 刚刚好跳过来 VT2连 普攻 没死 第八掌打死 353 变态杀戮 打出了机器 诶 这两局 相信大家看的都不是很过瘾 啊 这个主要是 无解肥 这个感觉一旦出来了 这种 这种又没有特别好的抗衡的这种后期点 一般你刷钱 刷钱的英雄刷起来 你只要能保证自己刷钱的节奏 然后 你本来打钱会比别人快 然后装相同的钱在你身上体现价值又比别人要有用 像同时满足这样的条件的话 那就很快把对方刷死了 下一期视频一定会为大家下来这个非常纠结 那么这局的话 选念也不大了 本来是比分咬的比较紧 但是在20比20的时候就瞬间甩开了 那么 还去我 打毛笔太狠了 小小基本上 他制变装的话 我之前说小狗的制变装是强袭会大冰水 小小的制变装就是A杖和强袭 接下去的装备该怎么吃你看不是吧 反正这样的装备你要打后期小小的话是肯定要出的 A杖增加你的刷钱能力 强袭的话 是一个刚正面的道具 本来这个英雄也是一个刚正面的英雄 我这边很尴尬 都没格子放大炮了 我这段时间刷钱速度特别很快 你看我这打塔 有了A杖的小小是这样子玩的 我一个人可以跟BD的回血差不多 看这是有多凶 好 有格子了 刚刚感受一下大炮的魅力 拿到了这个戴达罗斯之声 这个名字很炫酷 其实山岭的英雄他出大炮不是 不是特别 特别质变 对他来说不是特别质变 因为他攻速有点慢 就算你出了强袭出了夹腿 他攻速也不是特别快 我这个战鼓就跟夹腿比较了 你看攻速还是有点慢 而且他这个英雄怎么说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拆塔吧 你要真的打刚正面的话 他比较容易被对方放风筝 最好是配合上队友有控制的英雄 不然的话像潮汐这种英雄 跟他配合特别好 他只要出到一些比较暴力的输出 只要给他一个输出环境 他就可以把人全杀掉 真要说正面的输出的话 他跟流浪这种英雄是不差的 他毕竟有一个百分百建设的存在 还有一个高攻的这样一个属性 我们现在是400的攻击力 500 他在我身边的话我就直接是500 因为头狼光环是加30%的攻 然后我的大招呢 是直接加我的面板白字攻击力 我靠 全身不会再直播吧 大了 我是时候进去C一声hello了 干这个DP 暴击 是说还是有点不太给力 不太给力 毕竟攻速还不够 毕竟攻速还不够 大炮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输出双 但是他这个在攻速不够强的情况下 好像没有体现出非常强的效果 好 今天的奖局Carrie也就给大家带来到这边 下一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剧情非常曲折的 今天这场剧有点赢得太轻松了 不得不说阵容还是决定了很多问题 好的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新的学期 如果说你想要进入到新的战场 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想要更新自己的外设产品的话 欢迎来我们的外设店逛一逛 因为我们这次开学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新的活动 首先158元送一个精美的手机支架 让你不管是在床上车上 任何你想要不用手拿手机的时候 都可以非常方便的观看 还有键盘清洁器 DOTA2标志挂坠 以及内战裙 各种福利在等着大家 当然这个都是套餐活动之外的 比如说我们的木马人 大家口碑非常好的一款鼠标 最近他推出了二代 以及推出了这个白色的WCG版 非常不错的一个颜色配色 包括性能方面也有升级 我们这边也是终于向厂家申请到了赠品 三选一 不管是优盘 这个小音响 还有重达一斤的笔记本 都是可以选的 当然还有一个额外的鼠标垫 这张鼠标垫非常大 我也是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了 这个鼠标垫很不错 很舒服 然后第二个要为大家介绍 当然这个产品大家可能没见过 你看这个包装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他也算是达尔优的顶梁之作了 鼠标方面另外为大家推荐的一款是樱桃鼠标 这款3800机械键键盘的设计师亲自操刀的 这款0300的战地鼠标 这个销量也比较不错 在我们店卖了有两年的时间了 这款鼠标简约简单就是它的风格 如果你不想买一个非常高端的电竞品牌的鼠标的话 那这款入门级的电竞鼠标 它的稳定性以及它的操作感都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它的按键的回馈 键盘方面为大家推荐两款 一款是彩虹键帽三色背光键盘 这款键盘它是做出一个戒键盘的手感 就是按起来非常像茶轴 然后它的外观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键盘总体来说性价比还不错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款三色的电竞级钢板强化内饰结构 这款键盘也是请大家留意一下 除了这款键盘 相信新学期有人说刚拿到学费 刚拿到生活费 从来没有尝试过机械键盘 想要尝试一下的话 我们店的机械键盘专区也有几款不错的键盘 我这边就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在这个专区里面可以非常的容易的找到键盘 然后按价格排序就可以让大家看到机械键盘了 卖的最贵的是Ducky的Shine3 这个键盘非常出名 之前我只用过Shine2代 这个三代没有用过 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之外 我比较推荐的入门级的机械键盘 相信是大部分同学的口碑 这个3800这款机械键盘 应该是在我们店销量最好的一款机械键盘了 主要它是Cherry的牌子 也算是Cherry的入门机械键盘 另外如果你觉得你是游戏的爱好者的话 你可以尝试摩利亚的这两款 这款带背光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摩利亚的话主要是偏游戏性更好一点 Cherry的话更偏商务 这款键盘它是有一个背光的效果 而且价格比较适中 多加了没有多少钱 比如说你要用黑轴的话只要499 我个人觉得茶轴和青轴是比较好的 当然黑轴作为入门级也是功能不错 这两款机械键盘推荐给大家 最后耳机方面也为大家推荐一个新品 我们回到首页 耳机方面的话 新品就是酷麦罗的耳机 这个耳机挂在首页也是有意义的 因为它不但是送各种各样的大礼包 而且这个耳机 我刚是不是说了手机 这个耳机的性能非常强大 它的外形 你看它的性能 懂行的人可以来看一看 我个人来讲的话 用录音的用的麦克风都不是很高级 所以说我对耳机的需求没有那么强 一般都是用音箱 但是如果你在宿舍里面不想吵到别人的话 买一个耳机也是不错的 耳机的亮点是在于它的麦克风 它没有一个长长尾巴 它这个外形包括它的音准都是不错的 如果你觉得想要一款入门级的耳机的话 下面还有一款 就是应该是在这个店刚改版过 就是69元区的这款 这款 这款69元的生利的 术美科的 还有一款跟WI合作的 在我们店都可以很容易的找到 那这以上就是我们外设店产品的推荐 接下去我们一起来逛一逛我们的鞋店 可以瞬间传送门过来 在我们的任何店都有鞋店链接 鞋店这款鞋卖的非常不错 现在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成交的这些同学对它的评价 16个人都觉得质量很好 然后觉得不行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鞋带的这个情况上次看过了我们的客服也已经解决掉了 然后大部分的同学都还是说这个鞋子的质量非常不错的 确实这个鞋子本来它就是头层皮的 再加上它的做工和设计 都算是在我们那边看起来最好的一款鞋 这款鞋子还是再一次为大家推荐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鞋店还有一些其他的不错的鞋子的上新 比如说上一次的MAX90为大家介绍了两款新款 一个是这个海鲁空三系三军系列 还有这个森林之王系列 这次又找到一些新款啊 比如说这款鞋 这个是气垫鞋 也是头层皮的 这个MAX90算是耐克的一个经典的体材 当然到春天大家想买一些凉爽的鞋子 在我们店也可以非常容易的找到 欢迎大家如果要是想换一下新鞋的话 来我们店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 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到最后的抽奖环节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产品推荐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抽一抽出上一期时尚 蚂蚁输出流254页的留言中 一个新的玩家优酷玩家 来获得这个200元淘宝购物券啊 我发现上一期一直没有转高清成功 呃所以点击量特别高 可能很多人点了很多次 看是不是转高清转好了没有 所以这个点击量超过了70万 我们得到的视频点击量超过72万 也是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抽到了92页的17楼去看一下 哎还真是这样 这个抽到了这位顽通909 他也是说来个高清也好啊 啊这个再次为大家抱歉 因为我们渲染出来 那个格式确实是超清的1920乘1080的 结果后来优酷不给转码 也是特别没办法 好那我们这期视频节目也就到这边结束 我是09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